开卖仪式台铁副总朱来顺亲自为唐重胜吃排骨 并介绍便当的丰富菜色 除了卤得入味的排骨 还有超下饭的豆汁、酸菜、酱瓜 日光剧团与台铁公司推出联名便当 靠得住创世纪 开卖首日更限量推出超稀有的钢盒款 富科60年代的经典美味 我们这里有几个特别的地方要跟各位说明 这红色的叫做豆鸡 甜甜的 以前才有,现在没有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酱瓜 这个也是60年代特别有的产品 其他像我们这个酸菜 这个现在是有的 所以各位 这种菜色在目前是没有上市的 只有今天为了配合我们这个靠得住 创世纪便当 创世纪便当 今天才推出这个便当 甚至我要跟各位介绍一个比较特别的 刚刚很多人跟我问一件事情 我今天来特别再说明一下 这个黄色的萝卜 制物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改善了 我们现在用姜黄去把它染成黄色 这个其实在台铁的菜色 60年代是很多人很喜欢的 还有哈姆这些东西是我们这次为了配合这个活动 所特别推出来的一个便当 小时候因为家境嘛 家贫不能常得 所以其实坐火车的时候 我都会希望能够吃到台铁的便当 但老实说那时候 因为爸爸在这个经济上比较不允许 我大概坐十次平快车 就十次火车 大概了不起能吃到两次吧 对 然后吃到两次 我刚刚有分享 就是说 在面对一整个便当 排骨便当 满满的菜肉饭的状态当中 我都会把整块排骨留到最后 对 留到最后所有的饭跟菜全部刻光了之后 然后慢慢的去品尝那一片排骨 然后我会把排骨咬到剩下最后那个骨头 蹭得很干净 蹭得很干净 对 然后我对台铁的便当印象非常深刻 而且那个时候那个竹片 那个竹片是这样组合的 然后有时候你拿的不好的话 吃完了之后它竹片还会往内凹 不像现在我们做的都非常的牢靠这样 然后小时候还有经历过铁盒便当 那几乎是 我大概人生只吃过一次吧 就铁盒便当那时候是非常贵 那时候高档式的享受 而且还有在火车上还有泡茶服务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 那个泡茶服务 那个你们来 这次来看戏里面会 实景重现 绿光舞台剧压介菜鸟警察VS老爬手 改编自段彩华大师文学小说 故事描述一段平快火车的压结之旅 场景高度还原60年代老台铁风华 饰演老爬手的唐从胜说 为了上童心训练班 他曾多次乘坐长途火车南来北往 火车对他来说就像是通往游乐场的接驳车 对于台铁便当也相当有感触 因为从小为什么叫幸福跟温暖 通往幸福跟温暖 因为小时候我家住台南 阿嬷家住在高雄 阿嬷最疼孙 所以我只要坐上火车去高雄 到阿嬷家就有好吃的好玩的好拿的 果然是梦想跟温暖 对 是幸福跟温暖 为什么说通往梦想 是因为我小学六年级就立誓要当演员 我那时候从台南就报名台北的演员训练班 演员训练班的班导师是魏子云大哥 当年的八点党的大侠 还有傅雷大哥 那两位是我们的这个组 等于是班主任这样 我有半年的时间礼拜三早上 我爸爸带我坐火车 带我坐火车到台北 就是坐这个平快车 那个时候就是坐平快车 八个小时 到了台北之后 在万华那边的这个西元路二段 上课 上完七点半到九点半表演课 同心训练班 下课以后再回到台北车站 等十一点五十八分 最后一班夜平快 然后再扣扣扣到台南是六点二十三分 哇都还记得那么清楚 然后我爸爸骑摩托车 载我回家洗个澡 再去学校上课 礼拜四的清晨 对每个礼拜三都要来台北上课 为了那两个钟头的课 然后这样子持续了半年 所以我对火车有这个一种 很特别的一种感觉 那小时候为了圆梦嘛 所以我才会坐火车 那这个时间一长就觉得 铁道啊火车 尤其是小时候因为穷 都只坐这个 这个平快车是不用对号 上去有位置就坐那种 压介菜鸟警察VS老扒手 舞台剧 5月17号起 将在台北台中高雄巡回演出 限定版靠得住创世纪木盒便当 即日起至5月18日开卖 每日限量400个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